桃园市区的大马路上 最近被画上一块一块大红色的区域 原来这是桃园市交通局 参考台南市的做法 将马路分出了红绿蓝三种颜色 红色就是要提醒大家 减速慢行 马路上一块一块大红色区域 放眼望去和柏妖路原色 出现了红黑相间的明显对比 有民众一打开门 看到家门口变成这样 吓了一大跳 有人不喜欢 有人反应还可以接受 桃园市交通局参考台南市 将马路分颜色区别 红色代表警示减速 绿色是斑马线 蓝色代表生长车位 而在汉中街的这一条试办道路 会涂上红色 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 利用所谓这个冷速型的彩色的路面涂料 来降低这个行驶的车速 来取到传统那个减速标线的功能以外 第二个它又是一个 有一个彩色的一个色块的区隔 能够提醒车辆在行驶这个部分 可以放慢速度 交通局表示目前这一些冷速型彩色指滑涂料 都还在路面涂装的示范阶段 未来会考量民众观感 搜集更多意见来进行改善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